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在昨天晚上的8点40分 南京地铁内一名患有癫痫病的男子 在车厢内突然发病了 掏出了一把水果刀威胁现场的乘客 幸亏警方及时赶到了 并且控制住了现场的局面 这一幕发生在昨晚8点40分左右 当时南京地铁一号线 开往麦高桥方向的列车 行至安德门与中华门之间 一名身材深色轻轻的男子 坐在第一节车厢靠近站台铁车 据目击转描述 当时男子掏出水果刀后 向人权无函声称自己要杀人 从车厢的乘客反应过来后 全部惊慌地引向后面的车张逃生 就说我杀了你们全部 全部杀了你们这期话 我也跟着一起跑 然后还摔倒了 然后就还有人继续往这边 我就一直跑到了车尾 后来地铁也没停 到了中华门下来 就是人都慌散地逃走了 既然人群全部逃走 男子并没有追赶 而是在座位上用水果刀 将自己的手臂割伤 当时起人疑地 由于一号车厢临近驾驶室 司机随即将突发情况 通报中华门车站 车站工作人员很快赶来 将其控制住并交给警方 那么事发后 这名持刀男子 急迟地被地铁保安和警方控制住 那么由于他持刀伤到了 自己的手部 现在已经被三山街派出所的民警 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 那么此次事件 并没有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 事发后 很多亲历事件的视频 也在微博上讲述事件经过 网友敖元阿卓的言论 第一时间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播 在第五车厢左右 有一男子挥刀将另一人砍成血刃 车厢内人群立刻往两边狂奔 我在第一节车厢终端 看到世界末日般的场景 手机掉落一地 很快 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公开调查结果 对此事件进行了辟谣 源泉就是视频中第一个 赶到现场的民警 上面是有点过分的夸大几次的想法 他只是纯粹对自己割了一刀 绝对没有说对其他人造成任何伤害 也没有对这个地铁的公共设施 造成这种比如说 什么损伤或者损害之类的都没有 他自己之前呢 有过很严重的癫痫史 对 就尤其在喝过酒之后 很容易就是这个情绪激动 一激动就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我们也调过很多记录 经过以前调查嘛 他曾经多次磕上过自己 而且说地面有很多派所 因为他发癫痫的时候 送他到这个医院去 修治的记录都有很多次的 警方表示 这名男子携带的是 五厘米左右的小水果刀 不处于地铁禁止携带的管制刀具 而且 癫痫病人在发病期间 自己不受控制 对于其威胁乘客安全的行为 警方也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回到家中养病 江苏城市的门口味